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马克思强调这个商品 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形式 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形式 它的值是由商品的价值规定的 它的值是由商品的价值规定的 那么商品的价值呢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临结 就是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呢 是由后费在该商品的劳动量上所决定的 那么价值呢 以这个交换价值为表现形式和表现方式 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 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因此呢 马克思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 也就是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 量的规定性 这样马克思就把这个商品价值的 商品的结构啊 把它揭示出来了 那么根据这个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的 值和量的规定性呢 马克思就开阔了这个商品生产的特点 这个我们表明了 商品生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目的啊 是无限制的获得商品的价值 是无限制的获得商品的价值 那么商品的目的是为了 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 获得商品的价值 所以呢 但是为了获得价值 人们必须要生产使用价值 并且为他人所生产 而且呢 必须通过交换 通过交换呢 这个 由于交换这个环节呢 就成为 实现商品生产目的的一个杠杠 成为生产 这个商品生产的一个目的 也就是说商品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 它是 所以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交换经济 交换经济 它就是说 它是为了通过交换而实现这个 实现价值 就是马克思说嘛 我获得价值的人 我必须浪度使用价值 那么我得到使用价值的人 我必须浪度我的价值 浪度我的价值 所以它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交换 那么这就是商品生产 不同于其他生产的这样一个性质 马克思把这种性质呢 称之为商品拜无教 称之为商品拜无教 那么什么是商品拜无教 商品拜无教 我们很多讲商品拜无教啊 包括我们有些这个联教师论文里面 也写商品拜无教 什么叫商品拜无教 就是马克思讲了一段话 老是把握不准了 我们这边讲一下 就是马克思在这儿讲的 他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 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 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 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 从而把生产者同种劳动的社会关系 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 由于这种转换 劳动产品成了商品 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 或社会的物 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 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 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 但是在视觉活动中 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 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 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 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 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 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 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 这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 但是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 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因此要找一个比喻 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景中去 在那里人老的产物表现为 富于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 并同能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在商品世界里 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的 我把这叫做拜无教 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 就带上了拜无教的性质 因此拜无教是从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无教性质 就像以上分析已表明的 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这一段话是马克思对商品拜无教的一个说明 就是商品拜无教的本质是什么 也就是说在这段话里面呢 马克思是以商品的形成 就是商品是怎么形成的 来说明了商品拜无教 何以成为商品生产的性质 这个就是说什么 商品拜无教 是商品生产的性质的一种表达 是一种表达 那么这个你要理解什么叫商品拜无教 就要理解什么是商品生产 什么是商品生产 以及商品生产不同于其他的生产的特点 在这个地方马克思说的这个商品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商品生产呢 它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 这一个本身就和其他的生产不同 你比方说前资本主义生产 它不是一种社会的生产 为什么说它不是社会生产 我们为什么叫它叫自然经济 而叫这个商品生产叫交换经济 这个交换经济是什么 就是它是社会形式 我们交换是不是一定是社会性的 我没有 这个交换本身就是要得到社会承认 如果社会不承认 它怎么会跟你交换呢 所以它是以社会承认为前提的 而自然经济 我为什么叫它自然经济呢 我自己自主 我不管社会承不承认 我自己有用就可以了 我自己有用就可以了 但是交换经济它必须是要有一个社会的尺度 有一个社会尺度 我要进行交换 要得到社会承认 这是第一步 同时呢 我交换要公平 要公平 那么有一个社会的交换尺度 那就是什么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所以可以说整个经济 都要放到社会的这样一个天平上去撑它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可交换不可交换 你生产有没有价值 有值不值得 你能不能完成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 全部都要放到这个社会的平台上面来衡量 所以马克思就说了 这个商品生产不同于其他生产的一个特点 一个根本特点 它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 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特点呢 这样一个生产 这样一个它的社会性 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共同活动当中的 而是以什么 间接的形式呈现在人们进行劳动产品交换的活动当中 交换的活动当中 就是说它是以物以物的形式来表现了人与人的这个社会关系 本来我们的交换是一种社会关系 我们说它首先 我们首先明白它是一种社会性的生产 而这种社会性的生产呢 它不是以这个直接的社会性 比方说共产主义 马克思讲了共产主义 它也是社会性的生产 也是大生产 世界性的生产 但这种生产是什么 它是以直接的社会性形式表现出来的 而这一个呢 它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 就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这个物和那个物相交换 我的货币和什么相交换 所以它有商品败物交 有货币败物交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什么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啊 是一个产品交换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社会关系 它是以产品的交换关系呢 来掩饰了 掩盖了这样一个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样说 产品的交换 劳动产品的交换 物与物的交换呢 它是商品生产当中实现的一个必要环节 一个必要环节 我必须要通过物物交换 所以为了实现交换 那么作为交换物的劳动产品 就被赋予了一般的抽象的社会性质 就被看作是独立于人 支配人的活动东西 比方说货币 它本来是能的这样一个产物 但是它是一个社会的尺度 能不能把这个交换啊 从一个物物交换抽象为一个 这个货币 我用货币可以买到一切 比方我买了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卖得出去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只要拿到货币 我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 我想买什么东西 谁都要的 谁都要的 所以这个货币东西什么 它代表了一个一般的抽象的社会性质 那么人们就看到这个东西是独立于我的 我是没办法去左右它的 所以呢 马克思就说就把这样一个抽一般的抽象的社会物啊 当作劳动价值的一个虚幻形式 异化于能所以的劳动产品也就转为了一个具有拜无教性质的东西 这个劳动产品就成了商品的这一过程 这个变成商品的这一过程当中啊 同宗教把人老的产物颠倒为独立于能的东西 异化于能的东西的这个过程呢 是一样的 但是它颠倒的不是能 而是什么呢 而是能守的产物 就是我的这个产品 我的产品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可以看到 从劳动产品到商品 是经过了宗教这个加工环节的 就是经过了这样一个抽象 把它的本质的东西把它变成一般 就是说实力的这个普遍性 你说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它是具体的 它们当中的共同性 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个共同尺度是什么 货币 是吧 是货币 我把这个货币抽象出来了 它是这个货币是不是经过了一个抽象 经过了一个抽象 经过了一个宗教的这样一个加工 所以呢 商品作为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社会细胞呢 既然它商品是拜无教的 那么商品的生产商品形式当中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商品的意思都无不具有拜无教的性质 所以呢 得出的结论是商品拜无教 是商品生产的特有形式 所以这个拜无教啊 商品的拜无教 不仅体现在这个商品的经济过程当中 而且也渗透到人们的意思当中 也是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也是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要联究 所以马克思在联究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 特别提到这个商品拜无教 实际上是不仅仅讲它的这个生产的一个特点 而且也讲到它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特点 它的基础是怎么产生的 如果说我们说资本主义有这样一个 异化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异化的意识形态 是和整个商品生产的结构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才会有我们在研究这个当代的意识形态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 它的生产的基础这一点给忘记了 那么这是马克思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研究资本主义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 这是需要我们把握的 原来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理论里面没有研究 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很多理论 包括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这样都是注重于对这个思想的一个研究 就是通过研究这个商品生产和商品拜无教 来研究阶级意识的问题 来研究这个现代当代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发展 以及包括它的国家的政治结构 你比方说马克思维博 他强调这个现代的官僚制度 官僚制度科成制的时候 其实就是和这个商品生产的这样一个结构相联系 我们为什么会有科成制 它和这个商品结构它是一致的 所以你如果不研究这个商品生产的结构 你没办法了解现代社会的政治 和它的这样一个思想意识 那么随着我们的社会变化 也是和商品生产的这样一个变化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专门把这个观点提出来 大家因为这个详细的你们可以在书上里面去看 但是我们强调这个观点可以看出来 这个观点的这样一个意义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马克思 对劳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商品生产作为异化的劳动形式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生产 就是把人们的劳动过程变成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马克思的商品生产 在生产领域里面发生的一个异化是什么 就是把劳动变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 劳动变成剩余价值生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马克思他首先就区分了一般意义的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劳动 就是马克思在这儿他做了一个哲学的抽象 有一般意义的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劳动 那么一般意义的劳动呢 指的是能区别于动物的劳动 能区别于动物的劳动 它是人类 这个我们上面写了 它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共有的 也就是撇开了一切具体的社会形态的劳动 社会形态劳动 那么马克思说这种劳动首先是能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能以自己的活动来中介调整控制 能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过程 这是能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 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马克思在这个里面来考察了 能的这个有目的的这个活动啊 它是包括有意志有意识的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说能的活动是有目的又意识的这个特点啊 决定能不能的劳动过程 一方面要受到自然的这样一个控制 另一方面呢又会对自然进行控制和调节 所以能和自然之间的这种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啊 可以说是贯穿于整个劳动过程当中的 那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儿探讨 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控制和被控制关系呢 就说明在一般的劳动意义上 能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啊 它是一个相互控制的关系 是一个相互控制关系 它既表现在劳动目的上 也表现在劳动过程的资料上 以及改变劳动对象的这个形态上 它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都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就说资本主义的生产 就把这一切都颠倒了 使劳动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 剩余价值的生产 这个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来在劳动过程当中 马克思讲的什么 人的生产 人和自然关系是一个控制和被控制的过程 那么同时也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 我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劳动 所以正是有了 它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劳动 所以什么 它也是创造自己生命的活动 也就是说创造自身价值的一个活动 那么他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 把这个给颠倒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劳动不是为了这个活得使用价值 而是为了活得价值 本来我人是为了谋生 是吧 我为了我自身的生存 那么它是为了价值 就是说劳动过程当中 不是能支配和控制自然物的过程 而是能受自然物支配的过程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个呢 一般劳动能创造自己生命的活动 它是有价值的 这个时候你变得是没价值了 没价值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这个价值过程当中啊 人呢 本来他不能 本来是控制和反控制的关系 人能够控制自然 那么他现在是不能控制他的自然物 不能控制自然物 而是受到自然物的一个支配 自然物的一个支配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马上说 就功能来说 那么劳动过程啊 就是自己作为劳动力 被资本家消费的过程 就是说你这个劳动过程是什么 不是来显示自己的生命价值 来创造之物 而是被资本主义 被资本家来消费 就是他购买了你这个劳动力 这个商品 你是一个商品 所以购买来了以后 我就要去消费 当然这个消费过程当中 资本家是要赚钱的 是要赚钱的 从你这个商品当中 他是要得到更多 这是一个 所以马上说 这是一个特殊的商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既然他是被资本家消费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显示出两个异化现象 一个呢 那功能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 他的劳动是属于资本家的 这是一个 他说这 马上说 这就是劳动本身的异化 那么第二个呢 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 而不是直接生产 生产者功能的所有物 这是劳动产品的异化 就是说 我是一个 功能是一个特殊的商品 他卖给这个资本家以后 资本家去消费他 那么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 劳动是属于资本家 就是说你真正的劳动活动 是属于资本家的 那么你生产出来产品 也是资本家的 也是资本家的 所以这样呢 这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 劳动和劳动产品都异化了 这样功能的劳动和劳动条件 把劳动 功能的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开来 把劳动条件变成了 剥夺劳动的手段 从而使这个功能的劳动 从属于资本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 他就是资本家占有资料 他不劳动 这个功能的没有生产资料 所以他只有出卖劳动 所以马克思说 这个资本的这样 资本和这个劳动的 这样一个分离 这样一个分离过程 从而使功能的劳动 从属于资本 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那么这样一个 所以马克思就说 这是从这个功能来说 那么从资本家来说呢 劳动的过程是价值增值的过程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资本家关心的不是使用价值 你生产什么使用 他生产使用价值 只是为了价值 为了货币 所以他关心的不是使用价值 而是价值 并且是不断增值的价值 所以他关心使用价值 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称当物 所以他要的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 就是你这个使用价值 我关心什么 他能够给我带来更大价值的东西 而且是大于该商品 该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价值 也就是剩余价值 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生产价值 资本家要使自己的行为服从于资本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资本家也被异化了 也被异化了 也就是说 马克思就把他开关为什么 他说这种异化就表现为 作为资本家 他只是能格化的资本 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 这就是增值自身 创造剩余价值 用自己的不变部分 即生产资料 这个尽可能 许云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资本是使劳动 他像吸血鬼一样 只能允许活劳动才有生命 允许活劳动的越多 他的生命就越旺盛 所以马克思就通过分析 这个功能和资本家的这样一个异化 就表明了功能是以自己的 劳动力的消费方式 而显示生产过程当中的 活劳动的异化 而资本家呢 则是以受资本强制性的活动方式 而显示出生产过程中的 使劳动的异化 一个是表现为活劳动的异化 一个是表现为使劳动异化 但是不管是活劳动的异化 还是使劳动异化 都不过是能和自己的劳动 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 因此的他表明 不论是功能还是资本家 都已经伤识了人的性质 都已经伤识了人的性质 是资本积累的过程 就是伤识了人的性质 那么劳动的目的和意志 在这也没有了 他们都只是什么 资本的增值过程 是资本积累的过程 这就是劳动和劳动条件的 异化和颠倒 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和颠倒 是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基础 生产的基础 所以这样的马克思就提出了 就强调什么 劳动成为资本的增值过程 是劳动普遍异化的结果 结果也是劳动异化的表现 那么这个过程就构成了 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把这个生产方式 开过为作为劳动过程 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统一 这个也是资本主义 强调这个资本主义生产 也就是说商品生产的一个 资本主义的形式的一个特点 当然马克在分析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就认为这个剩余价值生产不仅表现在 劳动过程当中 而且也表现在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当中 这个流通过程是把市场变成了资本的市场 就是它使市场发生了改变 变成了货币之间的竞争 变成了货币之间的竞争 那么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利润利 也就是剩余价值 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和分配 最终形成了社会整体资本家 共同瓜分剩余价值 从而形成了全社会的功能和资本家的对立 那么这是马克思讲的 他的这个生产在劳动过程当中表现 那么另一个表现的是 受这个资本集累规律的支配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必然要超出国界成为国际性的生产方式 在国际性范围内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 引起国际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革命 那么马克思就说 这样的就是使这个资本主义 一旦形成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 那么资本主义就要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共产主义所取代 所以马克思就提出来 他说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历史运动 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所决定的 所以他在这个资本认里面就提出来 资本的垄断层与这种垄断一起 并在这种垄断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智库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伤中就要敲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 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理论所得出的一个结论 得出的结论 所以这也就是马克思对劳动和剩余价值劳动考察 所得出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灭亡 他不是从哲学里面提出来的 而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理论 他的历史规律提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研究所得出的